中国大陆在中共长期一党专政下 社会矛盾日益加重 民怨沸腾 抗暴事件此起彼伏 近年来更有上亿民众抛弃中共 融入三退大潮 纷纷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中共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最近不断对外释放清党信号 声称要严格控制党员数量 将部分党员清除出党 下面请看报道 大陆官媒新华社下属的廖网周刊最近披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召开的会议中 要求强化党员管理 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廖网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西明的话说 不合格党员导致中共的战斗力不断下滑 西明称共产党不是政治俱乐部 入党对象的思想信仰和积极立场 必须符合中共一致 报道说中国社科院曾于2010年对党员规模做过调研 报告显示中共每一次大规模发展党员都导致党员标准降低 参与调研的社科院党界与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志刚指出 中共应严格党规排查各类不合格党员清楚出党 对此时事评论员汪北纪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排查所谓不合格党员 一方面是应对声势日益浩大的退党退团退队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也是要把中共内部不听话的 不遵守潜规则的党员清楚出去 保持中共所谓的纯洁性 汪北纪指出 共产主义并不能成为一种信仰 因为他没有受到人民自发的信任与尊重 也没有一个平和的正常的传承的信仰特征 他就是一个放在上面的口号 然后通过他一个严密的组织 通过军事上的警察的国家公权 居权居权手段的支持下 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行这种无孔不入的控制 汪北纪认为 习近平把女儿送到西方国家学习 不是送去中共党校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 而中共所谓的信仰 只是独裁分赃机制 对人民气压剥削的特殊方式 共产党所说的信仰他们自己 一个都不信 从以前的毛泽东到现在今天的习近平 没有一个真正信仰他所提倡的共产主义 这是大分之百的厌尽的事实 上个月17号 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青 因为与单位多名女性言乱 并勒索钱财而被免职 中央编译局号称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级别最高的马列主义研究机构 而伊俊青更被视为中共马列主义权威 并深得中共前任常委李长春 和现任常委刘云山的青睐 官位迅速声道负不及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表示 中共内部有两大问题 一方面掌权的党官贪腐严重 另一方面很多不掌权的党员对中共批评较多 夏明同时强调 这种剥离本身也会削弱中共所谓的群众基础 使中共与老百姓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这种剥离本身也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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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剥离本身也会削弱